29日舉辦的第四屆走鐘獎 集結了台灣頂尖YouTuber 其中李柯太太有點多災多難 在參加典禮途中發生車禍 還好她仍沒事順利趕上了紅毯 而在典禮上賀龍突然說了 今年YT圈有離婚先生 也有離婚太太 這個聲音整個打中剛失婚的李柯太太 她先是低頭苦笑了一下 後來高EQ反應被讚爆 今年YT圈有離婚先生 也有離婚太太 喔 是李柯太太 他這個舉動被網友直說 真的有夠兇啊 事業做很大欸 他不僅大氣轉發影片 還逗去發文說 原來邀我去走鐘獎是當梗啊 發文大說好評 大家刷一排美炸了 情商好高啊 賀龍也出現在留言區道歉 阿柯更回應 你真的很好笑 你太有才華了 我真的好笑 這一段 你太有心了 我真的好笑 我真的好笑 你太誇張悲